陸沉基國際機場官員稱 獨立日假期的週末 陸沉基國際機場旅客流量激增 成為有史以來最繁忙的旅行假期 之前美國汽車協會曾預測 有近7,100萬人將在假期期間 進行超過50英里的長距離旅行 其中不少人會選擇乘飛機的交通方式 據估計這次假期的旅客數 比2019年同期多570萬人左右 Tinawa 記者 編輯報導